很搞笑 另外,我们谈到福特号 福特号在今年年尾 看看未来可否出港 我估计他很有机会 应该等渣单出港再出港 福特号很有机会 未来会否出港 包括烏克兰局势 未来会加剧 会否出港福特号 有没有机会 原本他不会进入第六艦队 他会去北大西洋 附近海域 和北弱其他盟国 做操演和训练 今年做完之后 如果可以再出港 可能年尾 东岸这边 大家知道都不够 希望他可以 今次做了这些军演 下次正式出港 战斗力会再提升 如果大家看到 USNI News 你会看到 即将来福特号 应该会去北大西洋 做一些演习 有几个国家 包括法国 丹麦 芬兰 西班牙 荷兰 瑞典 加拿大 德国 这些全部都是 包括瑞典 和芬蘭 都是北弱的 北弱成型国 所以 互操作性的演习 应该是相当期待 因为 今次有瑞典 平时 瑞典和芬蘭 就算他们不是北弱 他们都会进来做操演 因为系统 他们都已经随时 加入 所以 北弱和上北弱 其实都分别不大 今次 八个国家 有十七艘艇艇 一起做一些训练 有几个事情会做 包括 例如打击群 加上这么多船 怎么做 因为今次是 福特号第一次 所以都要被他们熟集系统 这也是重要的 防空的拦截 他们的战场大事感知 一些详情的打击 最重要是 分散式海上作战 这是美国海军 在21世纪 一个很重要的作战策略 是要做一个训练 去更加认识 反潜一定是 所以观察 福特号 航空母艦打击群 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打击群上的 蓝载机联统 我想都有很多训练 包括超级大黄风 EA18G 电战机 海鹰 海鹰 R和S 两种 做一个配合 以及 航空母艦 包括巡洋艦 神盾驱足艦 其他后勤部级 这些都要做一个夹的 夹一夹的成果 我们尽管看看 这个是史上 全球最昂贵的军队 未来可以发挥到多少战力 当然都退遲了很多 去到今年年尾 开始玩一下 这个都是好事 当然大家也知道 在压转我们也要说一下 Elon Musk 这个人 Elon Musk 当然也是很难搞的 问题是 你要看到Elon Musk 这个人 大家知道 首先 这个位置 就是他人 神神化化的 常常乱说话 所以 就得罪人 但是 今次我们看看他说什么 首先 我们说到Elon Musk 世界首富 他也是Tesla SpaceX的创办人 他在昨天 他们的Twitter上 有铺文出来 他说到 乌克兰和俄罗斯 包括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 会怎样 一出了之后 被人围插得实在太重要了 真的插得看无缘故 所以 Elon Musk 我想正常人 出完语后 被人劣平如潮 都心情不慌 会好 当然 他有很多不同的解说 他在Twitter上 主要提出了几个方案 即是 如何令到 乌克兰和俄罗斯 解决这件事 第一个说法 如果在团立国的监督下 俄罗斯 因为他兼聘了 即是在公投里面 叫做兼聘了 乌克兰的四个州 再做多一次选举 如果真是人民的议员 俄罗斯便要离开 这是第一个点 听到问题都不大 第二个位置 说 克里米亚 会成为俄罗斯的领土 他的说法很过瘾 因为他说 克里米亚由1783年 就是属于俄罗斯 Until 是黑鲁晓夫玩玩 不知为何 愚蠢蠢蠢蠢 把克里米亚给了乌克兰 所以搞成这样 所以是一个美丽的誤會 这件事一定会坏 第三个 是确保克里米亚的水源功颖 这个比较人道上 就是我们的米法 第四个 就是乌克兰的需要中立 如果这样说 即是不能加北弱 这个很明显 马斯坦自己的建议 他的看法是什么呢 他的看法是觉得 如果你做到这四个东西 其实是很均真 即是 乌克兰和俄罗斯两边都没有什么特别好处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好处 乌克兰第一 就不太亏 而俄罗斯这边 又叫做 不会怎么输面子的问题 最重要是 不要辣着 普京就射核弹 这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想法 即是我们说马克思的想法 马斯克的想法 即是我们说Elon Musk的想法 不想他们推动全面战争 尤其是核弹 那种毁灭声 那种全球 可能是超过百万人的福祉 当然 听下去 就好像很OK 但老实实 如果你这样 即是这样 就真的 不像我们说一个文明国家 是真的会做的事 如果我们逐个点去说 第一 就是我们说四个州的公投 第一 第一 从来都不会有国家承认 即是不会有国家承认 这个公投是合法的 所以你这样去说 你是光锦普京卖广告的 即是你说这个公投做了 因为问题是 现在这个地区 本身是属于乌克兰的 那你本身属于乌克兰的地区 你就是由俄罗斯的人 去执行公投的情况 那怎么会有效呢 对不对 你要做的 你应该是给乌克兰人 他管的乌克兰的地方 然后给他们公投 公投了 会被俄罗斯 到时乌克兰人走 对不对 就不是俄罗斯夹了乌克兰的人 去投票 又要拿枪纸去投票 那Elon Musk 你有没有真的看别人如何投票 你有没有看他们的士兵 如何去协逼他们去投票 对不对 如何协逼那些人民去投票 这个真的要看清楚 Elon Musk 我知道你做生意没有 但如果你有些东西你不熟 你又不要说 你一说 你显得你好像很低便 我们不会觉得他智商有问题 他是认知有问题 当然老人家也是认知有问题 认知障碍 你没有想过Elon Musk 这么年轻 有认知障碍症 对不对 但这个真的是认知问题 他的说法 人民的意愿 俄罗斯就是你 我只能说 你这个说法不是错 但问题是 不要那么naive 如果你是人民的意愿 别人拿枪指着你 你没有意愿 但你又看不到 对不对 如果人民是有自由选择的意愿 你当然要离开 但别人是武力脅迫你要就范 那些意愿 是否真的公开意愿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说 你支持俄罗斯公投 即是现在他们并进俄罗斯联邦 就是人民的意愿 所以你第一个点 你已经得罪了乌克兰 第二个点 你说到哈利米亚成为俄罗斯的领土 又是搞笑的 因为如果你说到 Crimea 是一个很复杂的民族问题 你想想 很久很久之前 对不对 他本身 其实他是属于哪个领土 你想想 你想想 当然你说 去到178多年 178多年 178多年 那时候 归入了俄罗斯 对不对 曾经一段时间逆手 就是我们说 厄图曼帝国 对不对 然后再早之前 就是希腊 对不对 你想想 他换过多少次人 所以很难说得清 而且我们要知道 哈利米亚最重要的点 就是在前苏联的时候 你说 克鲁晓夫 将他割让 给乌克兰 但你怎么计算也好 其实他割让了之后 他的法律地位 就真是under了乌兰 亦都是在1991年 当时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大家都散了 对不对 大家都脱离 这个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就脱离了苏联 成为独立国家 当时是有签署到 那些疆界 那些协定 其实当时 哈利米亚 是真的属于乌克兰 这个也是 我们说 他们的国防部长 之前 列治利科夫说 他们的边界 他们的边界 其实就是要在 1991年时 他们獨立于苏联 当时 他们的完整国界 这个我们都说得很清楚 这个也是国际所承认的边界 2014年之后 那些属于侵略 非法的 那些 所以如果你还说 哈利米亚的重塑问题 你要找回国际法的东西 真的要的 所以你这样说 这是一个很搞笑 大家还以为 马斯克是 马斯克是俄罗斯人 非常奇怪 这些说法 哈利米亚水源的供应 当然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看到 帝列白河那边 就是淡水供应的地方 事实上 哈利米亚 是被乌克兰截了 这个真 哈利米亚要自己搞定 它 乌克兰第四 保持中立 不可能 它一定是反俄罗斯 你打我的国家 我还要中立 对吧 例如你看到 Will Smith 上次的颁奖 他老婆被人说 他出去打那个主持人 当然 你可以双迫他打人 是否对 但他帮他老婆 不能中立 你踩我老婆 我找一个 恰当的形式反击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打人 这就是另计 但是你这样反击 你又说他立场不中立 这些位置 没得敢 所以我相信 这次他被人咀 绝对是有他的点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扎莉斯基 亦都相当醒目 扎莉斯基 当然他说 喂 其实你站哪边 喂 你真是发印 很难触摸 这个位置 对不对 如果你这么发印 真的扎莉斯基 他都捉不到你 包括你开战初期 我们说到俄罗斯 阻断了乌克拉人 上网权利 当时 Elon Musk 挺身而出 立即 运动很多伺服器 过去 当然 有其他美国政府 所以当时 都帮了乌克拉人很多 所以扎莉斯基 这些位置 他一定会感谢你 但你之后 你会感谢你 所以你不知道 你站在哪一边 真是很搞笑 我想扎莉斯基 也感谢他 真的不可能 在他背后 说些什么坏话 但当然 你说其他国家的领袖 就很难说 尤其是我们说 比较走得前的 例如我们说 波罗得海的国家 他们一定听到这些言论 基本上一定会反驳 另外 立陶宇的总统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纳斯达 他也在Twitter 立刻出发文 他也很搞笑 他也说 如果有人 拿了Tesla的车 那可不可以 他就是一个车主 他就是这个车主 我拿了车 行不行 这些都挺好笑的 我相信 他也是 以指之矛 攻指之盾 告诉你 搞笑 最后就是要公投 他是不是成为车主人 最后我也是说说 很明显 就赢回马斯克 当然 我们也相信 政客固然 都拿他的生辟 但其实 立陶宇总统 也将自己的立场 看得很清楚 这个世界 你可以客观 你可以中立 但你不能没有立场 正义就是我们的立场 不公义 是为世人所唾弃的 你可以 形势上 你是会强 但是 花无白日红 你终于是会 衰白日红 大家都没有想过 俄罗斯 是 他是会这么弱的 他是可以 打烏克兰 可以打不赢 烏克兰 如果你计算军力 他在欧洲 肯定排得很厚 但是 你看到 日文应用反抗 他们适当地 用战术的武器 所以 你观察到 有些东西 始终都有立场 所以 Elon Musk的 弹性 都真是 乱乱的 认知有问题 好啊 所以 我相信大家都有 马斯克 算了 我得再看他做些什么 马斯克这个人 真的不懂得说话 坦白 他真是说话 整天都开口夹着理 这些人 好 你 那 要 你 你 有